各位好 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这个单元是 我们教学模组DA5 一流电池材料与元件 里面的第一个单元 就是DA5-1 一流电池简介 在这里面这是第三个小节 一流电池与非一流电池 在这里面我们会跟各位解释一下 各种电池它们之间的差别 第一个是先看一流跟非一流之间 它们有什么差别 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所谓的电池容量的均匀度 在非一流电池 Nunflow Battery 它的SOC 是会跟每一个电池串联起来的时候 它会有所变化 这SOC就是State of Charge 是指电池的容量 你还剩下多少容量呢 可以继续放电 那一流电池的话 它本身来讲 这个每一个电池里面的SOC呢 它是比较均匀 相对的均匀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一个二次电池 不管是千双或离离子电池 那它在放电的时候 刚开始出厂的时候 每一个电池应该都差不多 如果它品质管理好的话 那这样串联起来 你做充电放电 大家都没问题 但是久了以后呢 可能有些电池 它会产生个别的差异 有的电池容量可能就不够 或电压就会偏低 会有这个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 如果你在强制对它充电的时候 那中间这几个 容量不够的 强制它放电或充电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会加速这些电池的损坏 但一流电池的话呢 它稍微不太一样的是 这个电解值呢 其实呢 每一个单电池里面的电解值呢 其实都打到 同样一个储存槽里面去 如果这个储存槽 它混合的均匀的话 所以这电解值呢 送回到每个单电池呢 它都是还是同样的组成 而不会说每个单电池 它会有些差异 当然 这个一流电池 它的电极 流道板这些东西 可能长久也会产生差异 但是呢 它电极值这一块呢 至少在整个运转来讲 它可以保持非常的均匀性 一般我们熟知的电池呢 大概可以分成 除电来讲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三种 一个是二次电池 一个是一流电池 和燃料电池 那二次电池呢 就是我们首支的 钳酸电池 聂氢电池 或是锂离子电池 燃料电池来讲 现在我们所讲的 可能是 直指交换膜燃料电池 或是高温的固态氧 或是低温用的 直接甲酸燃料电池 等等这些 那它们这些电池 这三种电池 它们之间的特性 有什么差别 或结构上面 在二次电池来讲 就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 那这个二次电池呢 它重点是 它的活性物质 就是说 这个反应 会参与反应物质呢 就储存在电池里面 可能在电极 尤其在电极上面 所以说 当这个电池 充放电的时候呢 这些活性物质 就会起电化学反应 在放电的时候 会消耗掉 充电的时候 会再还原 回去原来的状况 那当这个电池呢 里面的活性物质 用完的时候 这个电池就没电了 这时候你就要 从外部充电 对它充电 然后把这活性物质 再还原到原始的状况 因为这样子 这个活性物质 一直在改变 这个电极呢 里面的活性物质 一直在变 大部分都是 以固态的形式存在 所以说 当这个长久充电的时候呢 它这个 在电 这些活性物质呢 它就开始成 会烈化 不会还原到原始的状况 所以它的寿命呢 会有一定的期限 然后这电池就需要回收 那燃料电池的话 燃料电池它 跟这二次电池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电池 上面的电极本身呢 只不过做电极的 电化学的催化反应 等于是催化剂而已 把电流收集起来 它自己本身来讲 是不会变 在电池放电的时候 那燃料电池呢 它一边是燃料 这个包括说 这个包括说氢气 或是甲醇等等 甲烷这些东西 那另外一边呢 就是空气进来 这个总反应 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个 燃料的燃烧反应 但是在这个燃料电池里面 它进行的不是燃料 燃料的燃烧反应 而是 它的电化学反应 那这个电化学反应呢 它一边 这个燃料 它氧化 那可能就变成水 如果是氢气的话 就变成水 如果是甲醇 或是甲烷这些东西 可能就变成二氧化碳 或是水 那空气这边 也就被还原掉 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它这个电池 只要燃料电池 只要这个燃料 源源不断地供应的话 它就不会断电 它不像二次电池 这个活性物质 储存在电池里面 那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 只要燃料一直给它 这个燃料电池 就一直放电 那它在这个地方呢 的供应就好像是 一个发电机一样 我们这边上面 不管是哪一个电池 它上面的ACDC Converter 或Inverter 我这边没有写 实际上就是 因为这个电池 不管是哪一种电池 它本身呢 都是低压 直流的电 那外面的四电 都是高压 交流电 比如110 220 所以它必须要 透过这个电能转换 或是逆变器呢 是一个双向的 那如果说 你可以充电 你对它充电的时候 就是外面 外部 高压 的交流电 转换变低压 直流电 对二次电池充电 那如果说 这个燃料电池 或是二次电池 放电的时候 它这个转换器呢 就会把这个 低压的直流电 转换变高压 交流电 输出 那一流电池呢 它好像 介于这两个之间 它两边呢 都 它把 跟燃料电池一样 它这个电池只是 本体只是做一个 电化学触媒反应 把电流收集 收集而已 它真正的活性物质 是储存在电池的外面 所以说这个电析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只是 做触媒作用 所以原则上来讲 理论上来讲 一流电池跟燃料电池 它可以操作长久时间 就比较不太会坏 因为它电析本身 没有变化 不像千酸电池 比如说二次电池 千酸电池 它这个会从 铅或是氧化铅呢 变成硫酸铅 在放电的时候 那充电的时候 它又各 这个硫酸铅又变回 铅或氧化铅 那这个电析本身会起 引起结构的变化 那就长久来 比如说一千到两千次的 充放电以后 这个电析本身就开始 结构上就变得比较衰退 但是这一流电池 或燃料电池本身呢 它只触媒作用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坏 那这一流电池呢 在充放电的时候呢 它这个电池的意义呢 就从正负极电池 就透过这循环Pump 打到这个电池里面去 不管是充电或放电 这样子 所以说呢 它这个电池值呢 在一流电池来讲 它电池值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让它全部充放电 把它放到很低 都没有关系 就是Deep Discharge 把它放低 放电程度 非常深度放电 都不太会有问题 那一般的二次电池的话 如果你做深度放电 这个反应物 几乎全部消耗掉的话 这个对电池来讲 会有比较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反应物 活性物质 在某些电池来讲 也是它的导体 那电池结构呢 会变得比较大幅的变化 如果你做电池冲放电 深度的冲放电的话 但一流电池来讲 它这个真正活性物质 是电池一直在水溶液里面 所以说你怎么放电 它只不过是浓度改变而已 它对它这个电解值来讲 并不会做太大的变化 那本身来讲 这个一流电池 大部分都是在意向 水系的溶液里面 所以说它来讲 相对的比较安全 不会有什么燃烧啊 这个在大型电厂来讲 会比较考量这些问题 就是说它的安全性 它的可靠度 这些东西 接下去呢 我们看这个一流电池 与一般的二次电池 在它整个成本 或是能量密度 体积这些来讲 有什么差别 那如果说一般的电池 你需要更多的能量 你就需要把这个电池做更大 或用更多的电池 用完以后就要换掉一个 或是说你这个多几个呢 串壁连起来 但是呢 在对一流电池来讲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能量 你就是把这个电解值呢 变多一点 就把这个电解值的 这个储存槽呢 变大一点 它这个电池本身呢 还是一样 除非是说 你要把它加大 它的充放电功率 所以说 这个一流电池 它的能量 能够充放电的能量 跟它电解值的大小 浓度有关系 但是它的充放电的功率来讲 就却是跟它的那个 电池本体有关系 就大小 那电极面积 多少颗串联起来 那一般的电池来讲 一般的二次电池来讲 它的能量跟功率 都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你需要更大的功率 或是更多的 更长的放电时间 你就需要更多的电池 所以在这情况下面呢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能量来讲 那你的成本 体积或者重量来讲 一流电池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比较吃亏 就是说 你光是有一流电池 你没有电解值的话 你还是要付出这成本 它的体积重量 但是你却发不出电来 但是随着你这个 需要更多能量的时候呢 你真正一流电池 你只需要增加你的电解值 你的储存槽 里面的电解值 你电池本身不需要变化 只有一颗电池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子在大能量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就是需要大量储存 高能量的时候呢 那这个一流电池可能 就会比电池 一般的电池来讲 就显示它的优势 所以说这个储存的电量 或是能量呢 是取决于这电解值里面的活性物质 它的浓度跟它的这个储存槽 电解值的体积 那但是这个电池 储电的电池 它本体来讲的话 的功率来讲 整个系统功率来讲 却是取决于这个电池本身的大小 比如说你有多少电极面积多大 或是多少颗电池串联在一起 电池呢 造成电池失效的原因之一 其中一个 主要是就是说 在一般的二次电池来讲 它的活性物质 就是电极本体 所以当你在充放电过程中 这个电极本身呢 就会起了结构性的变化 那长久呢 它就会慢慢的衰退 比如说以千酸电池为例 那这个它的反应是 从一边是铅 一边是氧化铅 在放电的时候 它都会变成硫酸铅 充电的时候是硫酸铅 再会变回铅跟氧化铅 那我们看 在放电前 放电中 或完全放电 它这个 这些电 这些反应物呢 在电极上会有什么变化 在放电前 这个硫酸 一边是铅 一边是氧化铅 中间就是隔离它的这个 电解质 就是硫酸 在放电过程中呢 它这个电极表面的 这些东西 先会形成硫酸铅 但是内部 内部的话呢 它还是保持铅跟氧化铅 那硫酸铅呢 它的导电度 它的颗粒的体积 金格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就开始会产生 龟裂这些的现象 就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它体积会变大变小 这样子 电极就会产生一些龟裂 因为原来这些电极 都是用粉体压制成的 那这个电都要靠这个粉体之间 导电度把电传进传出 那氧变成硫酸铅以后 它导电度就会变小 而且你继续放电的时候 这硫酸必须要透过这些氧化铅 这表面的反应 生成物呢 渗透到里面去继续反应 所以说如果你这电流太大的时候 你放电电流太大的时候 这硫酸来不及扩散到里面去 电化学反应来不及 它只好怎么样 就分解水 充电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现象 所以到完全放电的时候呢 它这个中间这个隔离 这个硫酸铅呢 它的这个产物的这个膜呢 就越来越厚 这个硫酸就要扩散到更 更长的距离呢 才会达到它的 可以继续反应 所以说在充电末期的时候 这个电流可以 放电的这个电流 其实是越来越小 那每次充放电呢 这个电极的钳跟氧化钳粉体呢 因为转换变成硫酸钳 它密度起了变化 体气会变化 那原来是压得很紧密的粉体呢 就开始松动 松动的结果呢 你第二次充电 你要充电进去呢 那这些硫酸钳可能就 因为没有打到电呢 它就可能不会环游回去 所以因为粉体之间的松动 多次充放电以后 电池内阻就增加 那电池就慢慢慢慢的衰退掉 一流电池呢 它其实跟一般电池呢 有不太一样 因为它结构上面 所以它的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会漏电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一流电池电池数 这边我们看是 一二三四 有四个单电池串联起来 那其中一表示第一个电池 二是第二个电池 那中间这个灰色 灰黑色这个呢 就是它的双击板 它把一边的电呢 打到另外一边去 这边有负极正极 那这个一跟二之间 这个灰色这个就是双击板 它把这个第一个电池的正极的电呢 打到第二个电池的负极 这边把它传导过去 将电池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回路 一般的二次电池 它的电池组串联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一流电池 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电解液储存在电池的外面 所以它这个电解液呢 它必须要从外面打进来 包括正极电解液跟负极电解液 我们这个例子是从下面这样打进去 正负极电解液 然后从上面流出去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就会可能会漏电 因为这个电解液 它是非常导电的 两面的流算 所以说在这情况下 那它这个每一个电池呢 它这个电池的电压呢 是逐渐的累积起来 因为它是串联 所以说如果说你用一个 侦测器来量这个电池里面的电压呢 可能就像红线的这个地方所示的 第一个电池 最外边的负极可能是零 然后到这个 它的正极可能变1.23 但是呢 到第二个电池的正极 它可能变2.46 这样一直累积上去 所以整个电池组 可能是4.92 或者是这个电压 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如果说一般的电池 它没有电解液 这个流进流出的话 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一流电池 有电解液流进流出 这个就造成 它可能的一个漏电现象 因为这些电解液 非常的导电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就可能会造成呢 比如说第一个电池 它的正极这边 它的电压值1.23 但是呢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 电解液的这个导管呢 正极电解液的导管呢 会跟第四个电池的正极 联通 联通起来 可是在第四个电极呢 它的电压是4.92 所以这马上就产生了 3伏 3.7左右的这个电压的差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能会造成了电解液呢 直接在这个电极上产生分解 因为有3伏以上 如果说这个是一个12伏的电池 这样串联起来的话 它的电压差可能12伏 或20伏 这么大的电压差距的说 这个电解液里面 水一定会分解掉 这个碳板也会被侵蚀掉 会有这个问题 那负极也是一样 这负极 在第一个电池的负极是0伏 但是呢 到第四个负极的话 可能是3.69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大的电位差 就会造成漏电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解液送进来的时候 通常就会额外故意增加它的流阻 增加它的流动的这个途径的长度 来增加它这个里面的阻抗 避免说这个电池之间 各个单电池之间呢 会有漏电的现象导通 那这个是本单元的重点 希望透过这个呢 你们可以知道 这些全环电池的它特点 那一流电池 二次电池 蓝量电池差一点在哪里 那么地约 那么地约 在这儿 每个电池都在这里 你们可能会没什么 就会和周全面的 多18分之间